如果你甩开手机 电视和网际网络一天会怎样呢 多亏了我的24小时多巴胺断食 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它确实改变了我的人生观 但最好从我的故事开端来开始 从我有记忆以来 电视、电子游戏、社交媒体和网际网络 一直是我在漫长而艰难的地方 在我的工作后放松的主要方式 但有一天我和一位好朋友见面吃饭 一切都改变了 当我们正在分享彼此近况和最新消息 他提到他在一周前完成24小时多巴胺断食 以及这为何是他做过最好的决定之一 但是当他谈论他的经历时 只有一个念头在我的脑海中盘旋 他疯了吗 度过没有电话、电视、电脑、网际网络 甚至音乐的一天 不可能 一个星期过去了 除了这个多巴胺断食实验 我仍旧没有头绪 我真的沉迷于所有这些现代的干扰吗 我能通过这个挑战吗 那是怎么回事 当然我上网去找我需要的所有答案 每次我们吃一个美味的汉堡 玩我们最喜欢的电动游戏或卷动浏览Instagram的贴文 我们的大脑就会得到大量惊人的叫做多巴胺的荷尔蒙 这种荷尔蒙给你带来令人满意的欢快感 让你感到快乐和满足 因此花时间投入到YouTube或Tumblr上 这对你有好处对吧 没那么快 当你的大脑接受第一剂多巴胺时 它会需要更多 并且鼓励你一遍又一遍重复这项活动 结果你沉迷于任何给你大脑多巴胺的东西 这会使得情况在现实世界中更加难以为继 为了改变你的心理健康 并帮助你的大脑稍微休息 专家建议至少每三个月要做一次24小时多巴胺断食 你所要做的就是遵循一些非常严格的规则 规则一 没有电子产品 这意味着你的电脑PlayStation 电视或任何其他设备应关闭一天 你唯一能打开的就是你的手机 但别作弊 请务必关闭所有社交媒体通知 并仅在紧急情况下使用手机 别忘了 将它用于紧急呼叫之外的任何事情 都会完全消除你在白天所取得的所有进展 规则二 没有书籍、报纸或杂志 虽然它们可以是教育性的 但它们仍然是你大脑的一大干扰 规则三 没有网记网路 相反的 尝试活在当下 规则四 没有音乐 关注你的想法 而不是关闭它们 规则五 没有垃圾食品 你的身体也该得到很好的治疗 我不会撒谎 所有这些规则似乎都不可能让我坚持下去 但我想测试我的意志力 看看有这样的一天会是什么样的 所以经过又一个忙碌的星期 挑战终于开始了 那天我在早上九点醒来 我决定开始来点锻炼 不是什么认真的 只是我最喜欢的几个瑜伽姿势来唤醒我的身体并暖身一下 之后我快速冲了个澡和一杯茶 因为我最喜欢的咖啡被禁止了 我的晨间仪式结束的那一刻 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那个时候 我通常已经在我的电视机前 或试图闯关我正在玩的电动游戏中的另一个困难关卡 但是那一天我有一大堆的时间却不知道该如何度过 我决定呼吸点新鲜空气来清醒头脑 也许这能帮我想出一个好计划来度过我接下来的无多巴胺日 我去附近的公园散步 让我的思绪和想象力自由奔驰 起初我所有的想法都围绕着我无法拥有的东西 像是现在戴上耳机有多酷 或检查我的推特 因为我可能有大量的讯息和转推 但后来我开始思考我的人生和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 在当时我有个无望的项目正在进行中 我知道我想做什么 但却不知道怎么做 事实证明 我要做的就是在公园里散步一小时 当我回家时 我对于如何使这个项目成真有了清晰的想法 这个小小的胜利大大的激励了我 因此当我完成所有的工作时 我开始分析我的人生 我开心吗 我可以改进什么来让我的生活更有成效和乐趣 我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的吗 我抓起了一张纸 写了两张长长的清单 我很感激的事情 以及日常生活中我无法忍受的事情 这种练习让我看到了以前从未注意过的问题 仅仅是因为我太忙于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而不是寻求内心的答案 一旦我讨厌的事物清单完成 我就开始弄清楚 我需要做些什么改变 才能把它们从我的生活中除掉 老实说 列出清单让我感到轻松 这是多年来的第一次 我对自己的未来有了清晰的愿景 下一个启示是冥想 我经常做简单的呼吸来平静我的大脑 但那天没有必要进行冥想 我的思绪已经平静而专注 如果你每天都冥想 你就会知道 在最初的几分钟内 我们的心神会用不同的想法轰炸我们 它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稳定沉静 但在多巴胺断食期间 这种状态很容易发生 而且我正完全在享受它 那天之后的时间也很顺利 我觉得我正处于某种情绪假期中 重新设定自己并聚集力量 令人惊讶的是 我并没有想要打开电视或查看手机的冲动 我不想吓跑这种突然完全和谐的感觉 我的朋友完完全全是对的 进一步做这个实验 真的是我所做过最好的决定之一 现在我的实验结束了 而我又再度使用电子产品 吃垃圾食品 阅读书籍 我可以回顾一下我所学到的功课 在我的多巴胺断食后的第二天 我没有立即接通电话 我喜欢成间惯例的每一分钟 然后快速检查我的Instagram Facebook和Twitter 社交媒体和其他干扰对我不再有影响力 现在他们是一个有趣的奖励 而不是我生活中的主要内容 我开始更重视我的时间 毕竟在Facebook上花一个小时 不会教会我任何有用的东西 但花一个小时脑力激荡新工作思路 可以帮我达到新的高度 此外 我在多巴胺断食期间写下的想法和清单 迅速发展成为工作成就和个人幸福 我现在每天都用一个问题开始我的一天 我如何才能让自己的人生更好 然后向前迈进 而不是原地不动 另外 我决定每个月重复我的多巴胺断食 让我的生活中不时呼吸新鲜空气 清醒我的头脑来寻求新想法和经验 如果你想跟随我的脚步 这里有几个提示 让你的多巴胺断食体验更有效 确保你在多巴胺断食治疗过程中没有工作 如果你有工作职责 甚至计划与朋友共进午餐 就不可能不使用科技 一些多巴胺断食练习 甚至建议你停止说话作为规则之一 因为这一天应该关乎你和你的思想 制定多巴胺断食计划 有时很难弄清楚当下要做什么 如果你遇到问题 最好事先计划好一切 一定要坚持规则 最后试着多喝水 这个提示对于日常生活也是必要的 但对多巴胺断食来说它是更为重要 这样你不仅可以清除自己的思想 还可以洁净自己的身体 你想要试试24小时多巴胺断食吗 请在下面的留言区告诉我 别忘了给这个影片一个赞 与你的朋友分享 然后点击订阅 持续锁定量生活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